会在中国大陆的网路监控跟思想检测 已经无线上纲到 徐伟令在IG 按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头讲到阿拉哈 结果呢 按了站之后呢 他在中国大陆演出的角色 直接被换角换掉 对我们之前知道就说 前一阵子欧阳娜娜 那他本身没有祸从口出 是他爸爸说了一些话 然后让着中国不高兴 现在更进一步到了变成是 你只是按一个站 都会为你自己惹来麻烦 他这个主要就是说 他在别人的IG上 别人的IG上 po了一个远眺富士山照片 然后那个人在IG评论就说 满满炸出来的阿拉哈 然后害我 就是po我的那个人说 我的爱国心爆发来自台湾这样子 徐伟令就是在这个贴文上按了一个赞 而且是用他的一个 英文的一个昵称的名字 这样子也被发现出来 一发现之后 马上大家检举他 就说你其实歧视我们中国人 他是凌晨用亲笔信 然后就是写了一个 我是来自于安徽无乎 然后呢 对我来讲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呢 我讨厌台独 我讨厌分裂 那这一封信一出来之后呢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遏止他的 现在他传出最新的一出戏 摩天大厦可能要被换缴 那我们知道说 徐伟令因为刚刚的 那个也有拍到就是说他之前其实主要是以拍那个恐怖片起家的鬼片起家 所以他在去年开始才正式前进到中国的一个市场 去年下半年开始也是拍了这样子的一个悬疑片 那摩天大厦是一个自作费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剧 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因为抢了别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被人家冲康 但是他现在的手写一个中国的一个表态性 能不能为他自己留下一条深入 在中国市场上的持续发展 其实就有待观看 但是没想到这一把火又烧回了欧阳娜娜 欧阳娜娜的脸书上就很多人就开始跟他讲说 江西娜 你注销掉台湾的身份证的美 你全家搬到中国去了美 对不对 你不要再用台湾健保了 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猎物式的这样的行动 变成是有点美月一虽心 现在就变成不管是在所有中国发展的台湾明星 不管是嘴巴讲的 连手要按这个赞都要看得非常仔细非常小心 那你知道光他是这样子的一个IG按赞都会出事 你就知道就是说中国在全面监控这部分 已经落实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知道中国第二代的一个身份证 他已经变成是有按那个血型 按指纹可以用指纹来追踪 然后但是他现在要推出第三代身份证 那真是太恐怖了 他结合个人的所有生物的一些资讯 以及结合你的财产资讯 他这个第三代要推出的身份证说 他包含了定位血液指纹DNA 结合你的银行卡信用卡跟社保卡 他要落实是什么 他落实是以证来管人 以防来管人 最重要是以业来管人 而且你知道第二代身份证是这样 是你可能给他一个就是安管看到警察看到你的身份证 他可以查出你所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住宅的信息 但是他的第三代身份证甚至要变成是 他不用直接实体接住你的卡片 你只要经过他这个布定的地区 大概一个几公里的十米之内 他就可以把你的卡片的讯息给读出来 所以这个第三代身份证他们现在在试行的一个结果是 他在2017年针对1900万人开始试行 试行的理由是我们来推动全民的一个体检活动 结果后来试行出来结果让大家就吓呆了 因为发现说他不仅是可以让你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写行 相关的讯息全部揭露在上面 他甚至可以在一些场合 然后比如说发现你的这个你有问题 你曾经被认为是你思想有问题 他在所有的来电打理上 结合大数据可以全面监控你 再加上我们知道之前推出的中国的大数据 他已经成功的将大概一两千万人禁止他买 用他的信用卡去买他的机票 然后高铁票 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跟社会性平质度 还有这样的一个监控 变成为朝制欧威尔市的一个全面的新时代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为了一千万人禁止他